当然我想再追加一下韩明哥 那你怎么看呢 赵少康有说 他说打赖不打磕 他说不然你把磕压的太低 有一部分的这个票 可能跑回去支持赖清德 其实打赖不打磕是完全正确 为什么 因为你希望选举到最后的阶段 能够发生气保 那既然你希望能够发生气保的话 如果你现在把磕往实力打 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造成磕那边的人 因为仇恨管的关系 他死都不同意 他宁愿投废票 甚至跑去投赖清德都不同意 那这是蓝军想要看到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打磕 这个时候当然是全力打赖 因为赖是执政党 而且赖弊端多 民进党的弊端庆竹难输 那重点就是要有系统的 赶快把它打出来 然后也不用多 其实在选战的最后这个月里头 只要有一个弊案 这个弊案够大 就足够把它往实力打 像今天就有一个东西 就是刑事局告诉你说 那个郑文燦那个影片 他没有办法辨识 你在说啥啦 这种东西你都没有办法辨识 对啊 这种东西你都没办法辨识 你要不要把这个影片拿去大陆 给人家辨识看看 人家人脸辨识多厉害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明显 他为什么告诉你 他无法比对出来 你知道就是他两边不敢得罪 因为他又不想说假话 然后他如果说他比对了出来 不是马上得罪当朝太子 对不对 所以呢就只好给你们打个模模糊糊的 就是我比对不出来 所以现在刑事局告诉你比对不出来 对不对 我建议国民党明天就拿去私人 最好是送到国外有权威的公司 直接拿去给他比对 对啊 那个送到我们学校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不就是吴敦义的 送到我们那个语言所的老师 就在那边辨识啊 还跟他挂保证说是他没错啊 送到我这边来辨识也可以啊 对啊 所以我吴敦义那后来证实讲 对啊 我正在讲这个事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要找一个国外有公信力的公司 不要说是国内 国内因为大家会说有操作啊什么东西 对 那就赶快把它辨识出来 看看结果到底什么 如果不是还给他一个清白嘛 如果是的话 那郑文燦你就要好好给我解释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光是手边 你也不用有新的弊案 手边的弊案就已经够多了 但是你就要强力打出来 国民党要展现出来 你们是有系统可以打 而且你们知道民进党的弊端在哪里 这样子这些中间选民 这些年轻人才会注意到国民党 才会愿意把票投给你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 对 要看我们节目啊 真的 侯友怡 赵双康要看我们节目啊 有啦他们应该都在看 所以呢 其实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次呢大家都在说 蓝白这一局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很多人在回味当天的时候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怎么会就这样子走了呢 好那首先呢 柯文哲念了简讯 但今天是民进党的前立委 林卓水大佬出来讲 他认为呢 柯文哲不能这样 他说因为柯文哲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他认为柯文哲 谎言层出不穷 一旦豁出去 什么魂话谎话 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吗 他甚至还把例子都举好 他说柯说蓝营一直在骗他进去 他们设的局 他说但事实上最大的骗局就是 柯跟郭联手 然后骗侯友仪单独到饭店去复会 那是后来马英九跟朱立伦去了 整场才破局 那后来呢柯文哲说 重要的教训 就是呢不能那个 怎么讲幕僚都没看过 然后主帅自己就先签了 但是我也不懂 也没有人逼着你主帅签你懂吗 对啊 最后不是你自己签的 而且你是主帅 不就是你说了算吗 好那只要我们继续看 他说否则主帅不能自己签字 但是呢 林佐水直接说 陈志涵看了六项协议叫柯不要签 但他硬签下去 那柯文哲说什么 柯说政治要有政治道德 他说这是暗算 如果侯问他能不能在会场裸奔 他也会说可以啊 难道真的要去裸奔吗 但我认为侯是不会这样问这个问题的啦 所以这等于就是一个假议题 教授 你难道不记得 朱高正讲过一句话吗 他说政治是什么呀 高级的什么啊 对不对 你自己现在要做总统的人 你没有这个智慧啊 你自己还担心人家暗算你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除非你退选 否则暗算就不会断啊 你要了解 这个暗算的话呢 民进党更厉害啊 一大堆啊 啥事都有啊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呢 在整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跟你讲 我要谈一下这个柯文哲本身啊 柯文哲为什么能够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啊 因为年轻人的想法 就是以热情激情为主 柯文哲讲话完全不用脑筋啊 对不对 大陆的飞机飞来飞去的时候 他就讲说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搞不好把你打下来 那打下来还得了啊 对不对 大家就是在面对这个压力 那还得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 那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柯文哲本身来讲的话呢 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可以否定 而且否定的那么难看 第三点的话呢 那一天我感觉到 他还好意思说 侯友仪本身一大堆保姆的 他自己躲在那个郭台铭底下 那简直就像是干儿子一样 我有点 那个味道感觉到真难看 那郭台铭借这个机会讲了一大堆 那天最赚的是他家人 你知道吗 老婆在那结婚 还生了三个 对 他讲了这个 如果说是中外记者会的话 还翻译成英文 老外都听不懂在干嘛 真的是丢脸丢到极点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现在好了 你现在好了说什么 这个有重要的教训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了解 因为你要带领大家一起往前走 你怎么没有这个智慧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一局我们先来看 说到了政党实力 侯康佩冲台南 这一局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 什么叫做实力 有没有看到 青天白日蛮地红 国旗再度的飘扬 这是在26号晚上 活康佩成立了竞选大会 竞总成立大会 朱立伦 王金平 黄敏慧 谢龙介 台南的各区的立委参选人都到场了 韩国瑜算人没到 但他也拍了影片 因为他跨海表达支持 你知道吗 国民党好久不见的那种 大团结无悬念的气势呢 终于又回来了 当时候台南是封路的 整个空拍照曝光 主办单位说现场大概有3万多人 来韩国瑜拍了影片 那韩国瑜的金句当然要秀一下了 他说什么呢 一定带领所有立法委员 让台南相亲刮目相看 我们有信心重新找回 台湾政治最淳朴最善良 最勤劳的一面 拜托大家要加油 反而是我们来看 那赖銷恭敬花莲这一番话 其实我说真的做新闻这么久 但看完了我真的不晓得 他的主张是什么 他说选择曾经深蹲10年 为花莲这个助选的 为花莲助选第一站 跟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合体 首度同台造势就在花莲 他们的策略是叫做 萧美琴旋风从后山开始 还说呢如果他们当选的话 会一定会上架台湾 那我就问 我们现在有被下架了吗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怎么了 那但是我们要看大陆怎么说 国台湾发言人朱凤莲 他直接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他已经其实中国大陆最近 面对美国也好 菲律宾还有周遭的那些 韩国日本 他的底线踩得非常的清楚 他告诉你台独就意味战争 然后他也批赖消费 赖消费 他说对美国你们为了抢选票 对美国不明确支持台独 你们资质不提 好忠实的社论呢 赖消费带头搞认知作战 再用一些猫猫狗狗蒙骗年轻人 全然不顾真实存在的战争风险 刚刚远旋教授也讲得非常鸣啦 他说如果没有要为战争预备 为什么你兵役要延长呢 对不对 大家在想清楚 不要被那些话术骗了 好 再来明年大选 对赖而言非常棘手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 民众党可能会分走 民进党分走绿的选票啦 直接这样说 那国民党呢 赵绍康加入 会凝聚支持下架 民进党的族群喔 大学的赵生山教授 他也分析喔 赵绍康的加入喔 会让两岸政策更清晰化 对于争取深蓝的支持归队 是有帮助的 杰大师 对 现在就是说 台湾在民进党八年的主政之下 从马英九过去的两岸是 台湾海峡是和平之海 到了台湾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那就是两岸关系的 极度恶化 然后呢台独路线放到台面上来 另外记得赖清德来上来就是说 他对美国人说 他要放弃啊 统一的幻想 然后呢不要再把台湾锁进 一个中国的框架里面 这就是转弯的一种台独理论嘛 而且在他竞选的时候 对外公开宣示啊 这种宣示的方式 事实上的话 只会加深两岸的战争的可能性 会加深两岸继续对立的可能性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千万不要忘记了 就是一场战争跟和平的一场选择 选择赖清德 事实上就是选择战争 因为大陆事实上对台独 他只有一个 一直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台独就意味战争 但是赖清德他说 他说我当选的话 对于台海的安全最有帮助 因为我比较有能力保卫台湾 我不晓得他有什么能力 你先把你儿子弄回来 再表示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吧 对 对不对 所以讲的都是空话 可是大陆那个国台湾发言人 就讲得非常明确 他说啊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不是讲的就是赖清德吗 他是就是战争的制造者 所以大陆事实上对他的 他接受都是几乎是零啊 台湾如果说冒险选出一个 这个大陆认为是要制造战争的一个人 当选 那就是明白的要挑衅中国大陆 那就是准备接受战争 对台湾的这个极大的这种冲击了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主流选民有两个期望 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真正一个清廉 然后为老百姓造福 而不是嘴巴上讲做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政府 另外一个就是能替台湾 远离两岸战争的一个政府 这两者 第一个民进党已经死期了 民进党已经在老百姓已经给他什么 其中考的 期末考的考卷已经打分数不及格 而且呢 连30分都不到 是低分 那么他不存出不断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丑闻 还有这个贪腐啊 那个已经庆竹难输了 真的随便信手脸来 昨天谢龙介在这个台南的场子里面 讲了多少 他说台湾缺什么 民进党就贪什么 对我们缺口罩 民进党就贪口罩 我们缺快摔士气 我们就 民进党就贪快摔士气 对不对 我们缺鸡蛋 民进党就贪鸡蛋 你想想看 他真的是缺 我们台湾人民缺什么 他就贪什么 不缺怎么贪啊 就是缺了才贪 对 后来证明可能有些缺 也是他们故意造成的 真的这样一个恶劣的政府 实在是让老百姓无法接受 另外一方面 就是台湾的未来 我们已经远离战争 尤其在马英九 政府的时候八年 让我们远离战争 让我们过着这个 从来没有的一种 和平安乐的日子 大陆客一年来将近五百万 在台湾把我们的这个 六河路的高雄六河路 夜市简直挤爆 对 连我家那种小夜市 地方夜市 都是人 都挤爆 到处到台湾接触到我们基层 可是你知道现在都没有人 你知道我今天逛夜市 夜市中间全空的 为什么 没有摊贩 没有人 没有生意 这个没有人气 都空的 没办法 没赚钱 最近我去我们台北市林的这个 这个 市林夜市 市林夜市 那正好整修 一整修很长一段时间 要以前的话 哪有时间整修啊 对啊 怎么可能整修 这个客 这个等于说应接不暇的大陆来 这个 这个 如果说 不是蔡英文这个 这过去这个八年 这个倒行逆式化 我认为大陆会对很多厂商 会对台湾进行投资 比如说 电动汽车 对 你说现在比亚迪 他有可能到台湾来设厂 那你说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宁德时代 这个电池厂 那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是有很大的振兴作用嘛 所以现在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 老百姓只要看到希望 过去呢 希望蓝白合 是因为 确定一定要把这个 民进党拉下台 好现在蓝白不合 大家在中间要选一个 那就是卓民党啊 对 那就是蓝绿对决了 在台南就是一个 最好的指标嘛 民进党的大本营 赖清德在那边 吃香喝辣这么多年的 一个他自己的 视为他的这种 铁票区 昨天就出现一个 很久没有看到一个现象 那他们跑到台 你知道花莲 对 我觉得自取其辱 为什么 因为萧美琴在花莲 选过两次 基本上 都是 都是怎么样 都是失败 然后他还长期在那边 握 蹲点 没事说要住在花莲怎么样 还不知道老跑 对 所以他 选举的时候才会回来 对 对 这是因为他就是故意 不要让人家认为 他就是个落跑 落跑 这个琴 他到处落跑 他特意选在花莲 结果又讲得非常奇怪了 对不对 那要从后山开始 那萧美琴旋风重弯 旋得起来吗 对 被花莲人否定了那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自取其辱 哪里摔跤 从哪里站起来 我告诉你这就永远摔跤 不但在花莲摔跤 在台南他都要摔跤了 所以 现在呢 我觉得蓝军整个就是 号角响起 全速归队 这种气势 随着未来 选情不断的激烈化 我觉得就是 看到了 蓝天在线的机会 所以蓝色朋友大家加油 不但自己要投票 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 互相拉票 而且很重要 到时候投票那天要监票 不要忘记了 中选会 中选会要做票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齐心协力 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才可以尝想这个安和乐力 我们未来的子孙 才能在这块福地上 继续怎么样 享受幸福安乐的日子 我稍微补一句 我们现在的学生 因为我常常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 你现在说他是民进党党员 很丢脸的 你知道吗 找不到的 就这样子 真的 至少我在台大学生讲 我都不敢问说 你是不是民进党 以前的很得意 现在没有了 所以其实风向在变 时代在变 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介大师讲的 你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乱七八糟的 出现一大堆 而且现在的话 不管市农工商 什么建计都在骂 那还得了 现在大家本身来讲 就是希望 这个普遍来讲 希望改选 下架 你看民意调查没有用 你看感觉上更是强烈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